超强寒流来袭 气象局预估这波寒流威力最强的时间 是在8号、9号两天 特别针对了21个县市是发布了低温特报 华东地区伴随着局部短暂雨 又湿又冷会一直到10号 寒流才会稍微的减弱 白天气温回升 雨室才会趋缓 还请民众要做好保暖 预防低温导致的呼吸道 或是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寒流发威 全台各地低温笼罩 气象局也针对21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 气象局表示 8日、9日两天是这波寒流最强的时刻 北台湾8日低温都在10度以下 包含华东地区 并伴随局部短暂雨 又湿又冷 7号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颗比较强烈的冷气团会下来 所以7、8、9这一波 我们预估现在是一个寒流的等级 然后到10号、11号 这个寒流就会减弱 慢慢的天气就比较没那么冷的那个情况 整个花莲从5号、6号开始慢慢就降温 到7号的时候降了 温度就会满多的 然后到8号、9号清晨 晚上8号晚上、9号清晨 我们可以看到 在花莲大概它的低温会降到10度 这整周对花莲的天气来说 大概都是一个阴多云的情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从5号开始到11号我们都是有雨 然后局部地方雨会更大一点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8号、9号的时候 如果在室外来 你的体感温度可能会降到5度 所以你真的在室户外的时候 你可能真的要做好保暖的一个情形 受寒流影响 气象局持续发出低温特曝 包含花莲都是非常寒冷的橙色灯号 一直要到10日周日寒冷稍微减弱 白天温度才略为回升 连续6天以上的严寒 建议民众做好预寒措施 预防低温导致的呼吸道及心血管疾病 借此长方言华联士报导